欢迎回来提笔新闻大百话 大家就在看 立法院言会到礼拜四之后 是不是真的苏贞昌 就会在礼拜四最后一天 这一天总辞现在还是未知数 不过对于苏贞昌来说 抗中保台一直是 他最重要的保命符之一 最近有很 蛮高效率的一个动作 是行政院立刻要做 螺蛳粉 因为被激进党 开了个记者会说 哎呀 这个是在统战 这个包装上的内容写着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四舍五入一下 把文字精简就变成 你就是我的人 这话真的很严重吗 在激进党的人 耳中心中听起来就觉得 天哪 这就是统战 这行政机关失灵没有控管 那么所以他上午觉得慢 开完记者会之后 马上晚上经济部 就立刻发新闻稿 告诉大家说不准进口 这样子会有问题 然后会加以相关的下架 跟取缔统统统都来做 好严重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派书法是说 其实大陆土味的情话 变成统战的洪水猛兽 吃了就会变成中共的铜路人 不过这样真的就很赞 我的疑问说 就算这个文字 一字一意是什么意思 其实看的人自己心里有解读 那你有认同就认同 你不认同不是就不会购买吗 商品的市场需求 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吗 那要刻意去这样去改变市场机制 有这么严重吗 那么若是这样统战 干脆早点断掉糖衣毒药 这太多的一个互动 有没有必要这么的意识形态 但是这对苏蝎来讲 就是大事 会立刻处理 大家还开玩笑说 统一发票统一不好 是不是也有统战的嫌疑 这是开玩笑了 但是的确是有点过了头吗 那么台湾的民众真正关心的 弱势家庭担心是什么 比方说像这个例子 被台湾的国家健保放弃的喊病女童 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最后跑到中国去求医 他还在新闻里头 感谢祖国温暖等等的 这样的报道还被骂 就里亚网友留言说 统战阴谋不能相信 兴风作浪的媒体要不得 但为了如何这个妈妈 这个孩子得到了帮助 或者是我们一些在国外 像当时柬埔寨 出了状况的这个国人 就是如果像在中国大使馆 得到了帮助 这也是一种应该他们觉得 值得协助 值得感谢的地方 所以有没有必要 用全面的意识形态 把这些行为通通都当成 红水猛兽一样的来攻击呢 而苏贞昌这一次虽然没有震怒 过去对比他 在无人机国庆晚会上本来强调 台湾对无人机就突然出现 原来是Made in China的时候 他震怒 宁可不要有这样的表演 要查清楚 最近真的因为可能临去秋波 可能会下台的几率很高 所以他最近非常的可气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这次没有震怒 只要求底下的机关去研办 甚至还很稀奇 他在这样的场合里 碰到了台中市长卢秀妍的时候 还特别点名卢市长 喊感谢还两度跟他说谢谢 所以这个媒体标理是什么 超低姿态 震撼全网 难得他人家习 这是书贞昌吗 真的有点怀疑了 所以蔡英文不是说 酸如秀燕喜欢宋王迎来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前面的画面 现在在宋王迎来的是谁呢 不就是蔡总统 尤其是最终之间昌 讲了原重换之后 大家都说原来你在暗示 蔡英文是这个宋贞皇帝 昏君吗 结果要解释 没有 没有 不是 我的意思 因为大家都取笑的 笑得太厉害了 他就说提醒 这只是为了乎以谷见经 呼吁国人同胞在当今局势 险恶的时候要团结对外 不要中了分化离间计 又上当了 但是他自己感觉却很有中国典故 除了中国典故引用之外 抖音体拍摄的政绩 2018年用台语呛侯友谊的时候 心机这么多 方法这么坏 2022年苏贞昌立法院备送女人送的时候 其实说是国父苏文写的 其实是大陆央视的 迈向共和的台词 其实还满多突出包 当他抗中保台的时候 其实骨子里有些行为 怎么好像有反向而行 所以林卓水这是也讲话了 因为他讲人家一下握手 一下烧手 你要就公开出来听我 你在底下烧手是什么意思 来听听自己同志的解读 握手烧手心是什么东西 就是暗号 我头头把你提起 超恶心 这个是这样子 是 是男人 女人大概没有玩这个了 以前男人是这样 我偷偷支持你 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又拿出来讲 可见他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 对 耿耿于怀什么呢 现在苏贞昌好像在告诉蔡英文说 我才是挡清兵入关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你要把我换掉了吗 那挡谁呢 会赖清德 他英文当了国民党主席之后 现在有个最新的民调 有没有机会真的成为最强候选人 根据台湾民进会最新的调查表示 侯友宜戏剧化的实时度下降了吗 赖清德34百分比 高于了侯友宜31.4 这是在这次民调里头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而柯文哲22.3 其他还有尚未决定不知道 所以突然间 在这个支持度的蓝绿比里面 产生的变化 莫非赖清德在台湾民进会里面 一支毒秀在往上冲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碰到记者李夏 习佳玲这个才 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的报导 就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赖清德并不受美国的青睐 对他甚至很不信任 还怀疑他因为他的台独 无言论 让美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信任 可能会造成两岸混乱的一个因素 甚至美国还认为 对他不够 不是很认识 其实对他好像像none body一样 其实真正熟悉的只有蔡英文 在告诉大家什么 讯息又是谁放的 这些记者都是相关很熟悉的名字 可以请我们来宾来谈一下 来 郑老师看看苏贞昌到蔡英文 最近的这些表现 对于赖清德来讲都是警讯 可是我想谈螺蛳粉 我今天看到这个就决定 一定要去买一包 几包螺蛳粉来吃一吃 我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 然后忽然间变成一个新闻 然后各大包都在报这样 说真的 我们前一趴谈大事小事 这个是虚事假事烂事 那么激进彻疑这一群人 就是喜欢无事惹事 然后浪费大家生命 图谋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后他这个东西弄出来说 是不是统战 可是我看那个话 他说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四舍五路 你就是我的人 他现在说这个是统战版 请问真的中国大陆内部 他们自己在行销螺蛳粉 没有上面这些样的文字吗 如果有 我觉得这是个好玩 你是我的人才是他的重点 所以他一定把他解释说 这是我的统战 然后瓦路我会马上出来 政经发表 发表声明 说进口的影音 文字 形象 什么什么都不可以 政经八百 然后国务局压力就来了 结果他们就想说 我们没有准许这个东西进口 这个是怎么样 走私的 好啊 如果是正式统战 他怎么用走私进来 这么样一个搞 发现说台湾各个 整个销售平台都弄得到 我等一下一定要去弄一个来 那如果是走私的 难道他是有益的吗 那现在搞得好像说 你看基金车一干什么 他是这个双面认 一方面打蔡英文政府 你看你们没有好好地把关 让这个统战 盛斗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我看那个基金党讲说 2021年他们就知道了 怎么现在才发作呢 第二个还是觉得说 民进党最近不太敢炒 抗中保台牌 恐怕今年立委选举到了 这基金车一 他们就是民进党的复古之躯 民进党其实恨死他们了 他们在跟谁比爱台 谁毒 谁是比较更绿 然后每天就躲在这个绿的群众里面 吃民进党的 这一批家伙相对年纪轻轻 可是我认识坏到极点 邪到极点 阴险到极点 你今天台湾老百姓 有这么多事在弄 刚刚主持人讲了 吃了一包这样螺丝粉会中毒吗 脑袋会被洗脑吗 会被统战吗 你怎么会花力气在这个事情上 陆委会马上上有戒指赶快就跟风 可是一查走私的 你如何面对这个 那我刚才问你有去查 中国大陆内部版本 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吗 它真的有统战版跟国内版吗 如果国内外一样 那你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吗 那如果无中生有的事情 我们花这么多力气讨论 这就是我们台湾都被统独意识 然后对这些政客炒作 需要耗掉我们的国力 需要掉我们的生命 反而绑架在一个不该花的时间的地方 甄宇 这个跟刚刚估计从事差不多 因为其实坦白讲 所谓的抗中保台 其实现在不管是府院党 包含到可能相关的绿媒媒体 大家都是致氏的反应 你只要看到中国 不行 要抗争 现在这样说 现在行政院就是成立在逢中必返 那坦白讲 为什么今天赖清德 会让美国有这样子的反应 赖清德都已经从他的台独精孙的 抗中保台 变成和平保台了 这个省主牌坦白讲 民众看了也腻了 你真的要抗中保台 你连台湾自己该有的能源相关 你通通都顾不好了 你要抗什么 我们自己自乱就已经乱完了 那再来 坦白讲 经济部你以为你自己是捡到枪吗 你不是捡到枪 你是捡到一个核弹给自己 你自己进口的东西 你相关的 所有的 你都没有检测 你就可以上架 还让所有各个的经销 所有的单位全部都可以上架 你经济部没有责任吗 你相关的我们的进出口 通通都没有责任吗 你以为你捡到的是墙 你捡到的是核弹 你捡到的是回马枪 打到自己 所谓的抗中保台 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抗中保台 我跟你讲 从上到下 台湾所有各个零件 全部都不行了 你们如果说今天你想要捍卫台湾主权 没有问题 抗共保台 你敢讲吗 抗共保台你不敢讲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和平保台 你怎么和平 国力不足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国内内需也供应不足 你到底要怎么保台 连我们自己国人 你蔡英文 你所有的整个蔡政府 通通都保护不了了 请问我们到底怎么抗中保台 百姓已经麻痹了 百姓真的已经麻痹了 九合一大选坦白讲 激进党为什么会用这个方式来 他必须要找群他自己的立足点 因为坦白讲 现在的民进党 他们已经朝向和平保台了 他们所谓的台独的精神 已经不荡然无存了 所以激进党 他们要巩固他们的声率 铁声率 铁声率 所以蔡英文 你有没有发现 你自己已经是 抓一把堂腰自己的脚趋 你现在整个抗中保台的神主派 已经被激进党整个旁去了 2024大选来了 他们要图的是什么 政党支持 只要还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要支持你激进党 你民进党 你的支持率就是慢慢的流失 最后 坦白讲我想要再说一下 所谓的苏贞昌跟赖清德这件事情 苏贞昌一直不断的讲 提醒大家不要受了离间计 但是其实我认为 苏贞昌是在跟赖清德喊话 他告诉赖清德 我是你最后的一把棋子 我是你可以制衡 陈建仁跟蔡英文的一把棋子 倒过来 倒过来 所以其实反而苏贞昌 他毕竟现在还在 隔魁之争的困兽之斗 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如果今天苏贞昌 你向赖清德喊话 喊话成功之后 也许他有可能 你要想 如果今天陈建仁真的入阁了 他的政绩如果真的是 突飞猛进 政绩卓越的话 有没有可能今天下一个 民进党提名的是陈建仁 有可能不是你赖清德 所以苏贞昌在跟他喊话 喊话告诉你 如果你不支持我 你可能断送你的总统之路 贺昌哥你看赖清德都已经 跟美国喊了 不可以怀疑美国了 结果金融时报还写说 其实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他 甚至觉得其实是怀疑他的 这不是也是很尴尬吗 那个我们每一年都有年度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 然后依照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惯例 就是说 中央政府总预算通过之后 行政院长会跑到立法院跟 这个朝野 这个制议一下 这是惯例 有说 有惯例说 因为每年都有一次中央政府 有惯例说 那行政院长要总辞吗 没有 没有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每年都要总辞一次 因为每年都有一个中央政府总预算 到底这个现在台湾媒体到底在写什么 我都有点 刚刚前就讲这个外媒 因为我坦白讲 我有点下 一看是金融时报我就不看了 我就有点偷懒 因为想过年了 一看是金融时报 我猜也知道是习佳林写的 我就不看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重要 你们不方便讲 我来讲 没关系 像习佳林跟葛来儀这种人 这种人他们这几年 是怎么当蔡英文的啦啦队 他就是扮演啦啦队的角色 我很好奇 上个礼拜薛瑞福来 我很想问他说 我英文不来讲说 我们到底给你多少斗内 应该不熟 就是我们到底给你多少钱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公关公司 这些智库 他不是吃素的 他不是免费服务的 在美国那是有价码的 非常高 对 你要我写个推特 要我写个脸书 你要跟参议员通个电话 譬如说过境美国通电话 那要钱啦 你以为是免费的 你也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去质疑 我很想请问金融时报 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賴清德 我不是很理解 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是大陆的副外长 这个有可能也会接 大陆驻美国大使 他讲什么 他说中美必须坚守 和平共处的底线 也就是说拜登跟习近平 你们的底线就是要和平共处 因为两个都是大国 都有核武 你们一定要和平共处 你们的底线就是要和平 绝对不能开战 这个谢峰讲这个话我是认同 我请问谢峰 那台湾跟大陆呢 我们的底线是不是 应该是要和平 对不对 不管你两岸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不管是民进党当总统 或是国民党当总统 我们两岸的底线是不是和平 是不是可以是和平 所以官员你看这个赖清德 为什么会被质疑说 他的这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或者台独精顺的这个招牌 这个就是我们2024做选择的 这个节骨验 你要看是哪一个党的 总统候选人 如果是国民党当选 他会走什么路线 如果是民进党 譬如说是赖清德或是陈建仁 他会走什么样的路线 我最后讲一下这个 这是连战先生提的这个回忆录 提到说他当年跟马英九建议说 跟大陆签这个政治协议 这是连战先生的假 就是说当初马英九 他在执政的时候 马英九是总统 国民党是完全执政 那个时候你不去谈 那个时候你不谈 那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国民党把政权丢了 换成蔡英文 抗中保台走了6年多 那浅修我的意思说 假设2024国民党 可以拿回政权的话 连战先生的这个建议 就是当初马英九没有做的事情 没有谈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结束这个两岸的敌对 然后和平的坐下来谈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的确连户会当年看起来 是有这样的契机的 如果两岸可以有更多 和平谈判的空间 那么当然才能够真正的 维持稳定跟和平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